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早 今天非常開心 爸爸今天就要出院了 但是我早上呢還是要先去太陽的門那邊 做一下工作 因為今天水電師傅 會進來所以我們要趕快先去 把他做起來 那原則上出院的話大概是中午左右 所以我大概 中午 的時候會先離開現場 然後先去再爸爸回來 不過 昨天我看氣象預報是說 今天開始會下雨連下好幾天 但是 現在我們這邊的天氣 很好笑 這邊呢 看得到藍天 這邊呢 看得到黑雲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說不定 中午就下雨了吧 希望 是可以撐到中午或是下午一點點 然後我們把太陽能板 裝好之後再下雨 不然 工作一直 就是都剩一點點一點點這樣子 也不是很好 那 原則上就先這樣 我們就先出發吧 因為等一下水電的師傅就要到了 那我們晚點見 現在太陽能板已經裝好幾片上去了 然後 我們等水電的師傅把太陽能板全部都串連起來之後 我們再繼續裝第二片 然後 等一下這個 有鎖螺絲的部分全部都會點上螺紋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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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現在呢 我們太陽能板已經裝完了 然後 然後 我現在帶各位上去看看 完成之後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整個過程都還算蠻順利的 然後 裝起來的話 也很漂亮 所以 非常的壯觀 就是整個房子看起來就是 一個高科技的感覺 很像科技公司的那種感覺 好啦 這個就是整片太陽能 完成之後 那 這一些 花非常多的錢 大概 四十幾萬 看起來很漂亮啦 但是 真的是蠻貴的 不過它可以 大概十年左右 就可以把這些電費賺回來 不過 這要看每個人的家庭用電 的狀況怎麼樣 咳咳 一般 小康的家庭可能 用電量沒那麼多的話 裝這個可能就 不是那麼的划算 但是 整體上看起來的話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現在剛好又有陽光打上來 OK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啦 那 那 原則上今天的工作呢 就是先這樣子 已經 大致上都完成了 那 再來 因為我今天早上氣象說 之後 會連續下好幾天的雨 所以 原則上 今天 告一段落之後 明天下雨 就沒辦法再做了 那 爸爸現在也已經回來家了 我們等一下再去問他的時候 在 醫院住了二十幾天之後 突然回來家裡 心情怎麼樣 我其實是非常的開心啦 因為看到爸爸 他 康復 然後 手術呢 也算 也非常的成功 縫合的地方都非常漂亮 那再來就是 等之後拆線 然後放石膏 然後 慢慢的復健 這樣子 原則上 都算是非常順利 那 之後 家裡的工作呢 其實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 我會慢慢的 接手 雖然我還在學 但是 其實 我有些不懂的 我還是一樣會問爸爸 然後 會慢慢的接手 就是 把他做起來 因為 其實爸爸也已經五十幾歲了 差不多要退休了啦 那我 因為現在 有人來找他 所以我們就晚一點再訪問他 心情怎麼樣 我們晚一點見 好啦 那我現在已經洗完澡 然後 也回到家了 咳 那 中午的時候 去接爸爸 回來家裡 休養 然後現在 咳 剛才外面 下超級大的雨 比颱風還要大 根本就是做颱風 然後又打雷 那 其實 最近這一個月 還算是蠻忙碌的啦 因為 從爸爸 突然這樣子之後 然後 然後 我接手了一些 工作 然後 把他完成 一開始有點不適應 不過現在有慢慢 開始習慣了 那一切都還蠻順利的這樣 然後 我們也遇到了一個 很好的醫生 就是 我們急診一進去的時候 值班配給我們那個醫生 就還蠻好的 然後不管是在 手術啊 或是 縫合等等 他都做得蠻漂亮的 而且 都會來跟我們講很多 小細節的東西 然後 跟我們解釋得非常清楚 那原則上 現在回來之後就是 要等下禮拜 好像要去拆線 我今天有問 那拆完線之後 一樣要 架石膏 可能要架 兩個月吧 兩個月 或兩個半月 然後 之後的話 放石膏就會開始 慢慢的復健 希望可以 越來越好啊 這是 可以像之前這樣子 正常的走路 不過這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並不能說 並不是說 走個兩三個禮拜 就可以好了 那 原則上 今天大致上 就是先這樣子 那 我們今天影片 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按讚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能收到最新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